今天比喻节 杀之肉节 今天比喻节 今天必须的 我要给小梅一个 大大的 她对我那么好 对孩子那么好 她人那么好 我现在是一个月 我每天起早餐 和人明天到晚八点 起床 然后酒店开家人会 那我肯定很开心 先别道歉 老门我现在43了 头发还挺多 也没图片 人呢也正常 事业呢 在各位宝宝的指示下 又幻发了第二尊 但是我现在 给我离前目标 就是在台北 没害的 大型垃圾回收烧毁 也许你的心是 大人放 但你的欲望却是一张 双人床 摸下来的伪装 你会怎么放 大型垃圾回收烧毁 台湾海峡 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不要一张双人床 中间隔着一片海 海湾海峡 海峡 海峡 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不要一张双人床 台湾海峡 关于我们的床垫处理一事 那因为废弃的床垫 是属于大型垃圾 饭店没有办法使用 那也没有办法烧毁 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回收厂商 来针对床垫的部分做回收 做烧毁 有需要费用吗 有的 有支付费用给厂商的 呃 一万五 处理这个床垫 饭店用不到这个床垫 这算废弃物嘛 对 所以我们就一并把它处理掉 这准事不老吗 呃 没关系 饭店这边是处理的 床垫它是垃圾嘛 只能够烧毁 不能够再回收使用了 这是大S还没运过来 昨天从大S加运过来的 先通知饭店这边说 他会把床垫运过 对 所以我们收到通知之后 对 所以今天才做床垫的后续处理 这个床垫比较大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再走 对 所以请厂商在这边做处理 看这个床垫迦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狼头 虎口底下 他能够不疯吗 不可能对他还念念不忘 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孩子 他现在就是一个钱钱钱 今天故意来激怒汪小飞 张开了他的 虎牙 狼牙 四肢牙 至于这个大阴谋 一定会爆出来的 其他的先不爆 因为这是一个大阴谋 邦小飞被暗算了 非常大的一个阴谋 我们先不报这些 但是呢 前两天报的这些 希望大家仔细的去看 那是证人证词证据 台湾大律师所出的 整个的律师的证据 其实呢 邦小飞最最在意他的名声 这次他之所以 这么样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他这种情绪 希望大家呢 真的能理解 因为被暗算 因为这只小羊 就在狼爪子底下 狼头虎口底下 你说 拉个车直接给拉走了 直接给带回家了 没跟邦小飞打任何招呼 他能够不疯吗 所谓的跟邦小飞 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阴谋 他的所有的 把小飞害得这么惨 邦小飞早就清楚了 不可能对他还念念不忘 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孩子 他现在就是一个钱钱钱 不应该在这占用公共平台 但是他们现在天天上头条 你为什么上头条 对吧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清关难断 家乎是非常清楚 但是 大陆法和台湾法 是两个法系 大家知道吗 完全是 不一样的 法系下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理解 今天故意来激怒邦小飞 不要了天天在琢磨了 你好好看看 你身边的狼 张开了他的 虎牙 狼牙 四肢牙 你们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你们会怎么办 至于这个大阴谋 一定会爆出来的 一定会爆出来的 我觉得 邦小飞非常棒 他能在这个大阴谋里 走出来 爬出来 真的是 粉丝宝宝们支持了他 这孩子太单纯了 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上头条 你们凭什么 占我们的头条 你一次一次的消费 我们所有14亿人的价值观 实民告发 徐希元滥用 史丁诺斯 徐希元污蔑我 他在吃完这个药以后 用高尔波琼干 用刀捅我 然后用高尔波琼砸我 然后用公牛砸我 他店里全部都忘记了 因为这个药的 就会让人产生幻觉 到底为什么 他们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你剩个屁你 死亡死亡 真倒 你可真倒 行 你先让我下波是吧 谢谢 别动 你先让我下波是吧 老子他妈呀 火的 你剩个什么你 我先休息你可知道 不用 可真有逗子 真的 他算个屁啊 算了算了 这不是 我根本就从来没看起他们 你知道吗 我帮你去 我帮你去 我是今天我来报案 今天我来这个派出所 我觉得 还是要说一说的 因为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 没有 一直不想走到这一步 当然 我 汪小飞 实名 告发 徐西元 滥用 是 然后呢 然后呢 通过第三方 的 证件 去买 很多 他们没有看医生的这些药物 我呢 一直没有 我今天到台所所自己来报案 我相信台湾的司法 我也相信你们 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些 我有照片 他们家 那些照片 我也希望台湾的司法 能去调一调 台北信义 叫监工记 他们每周都有监工记 那个同学 给他送药那个人 每周都有 你们可以调那个监工记 毕竟你知道为什么吗 徐西元 污蔑我 但是 他在吃完这个药以后 用高尔波球杆 用刀 捅我 然后他用高尔波球杆打我 然后用红酒瓶杆打我 他第二天全部都忘记了 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 就会让人产生幻觉 我一个 大陆人 我的事业 我的工作 都在大陆 我每天在这儿往这儿跑 没什么可说的 我希望你们啊 能给社会 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 在这个操作所 我实名报警